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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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美菲老師 今天為你示範一道芝麻球 我們來看一下它所需要的材料 那首先我要來處理它的豆沙 材料可以你自己喜歡 那我今天是教堂馬西朵的 240公克 今天的這個芝麻球 不是路邊的很烹的那種 是茶樓的 飲茶茶樓的芝麻球 我先把它切成20等份 好 這樣子呢 我們揉成小鹽球 等20等份 今天我要做20個芝麻球 好 全部把它揉好 一共有20顆 我們的這個豆沙餡 已經揉好之後 我接著來做它的粉團 好 這裡有350公克的糯米粉 這裡呢 200cc 也是200公克的熱水 不用很燙沒關係 你手可以來拌它就行了 還有90公克的細白糖 一起放進來 拌成團狀 我們還有20cc的油 也要一起放進來 好 繼續來揉 揉成團狀 那我們拿出來操作 好 揉成團狀 我們拿出來操作 好 這粉團呢 我們戳成長條 我們要加切成20等分 切開 首先我們將這個糯米糰壓扁 從中間 放動 包入這個鮮料 旁邊是薄一點 揉成鹽球 切定都已經捏緊了 才揉成鹽球 不要有細烘 有裂烘的話 等一下炸的時候 那邊會裂開 會爆漿出來 那我們要沾芝麻的時候 請記得 我每沾個芝麻之前 要在水裡頭來 滾一圈 這時候呢 你看 這樣子 它就可以沾上芝麻了 來 再一個水 再沾上芝麻 甩一甩 保持這盤子裡的芝麻是乾燥的 不要把水帶進來 好 我們看一下油溫 準備來炸了 請記得炸的芝麻球 油要寬 也是多一點 油太少炸不起來的 好 然後呢 再加上溫度不能太高 溫度太高的話 它很快就焦了 但是裡頭 因為它是實心的 不透 你看 都泡泡都還沒有起 差不多140 150而已 沒有到160 溫油就要放進來了 好來 這我要炸之前 你看 這不是香在外面嗎 這時候我要再搓一次 讓它把它香進去 你看 這個揉的跟沒有揉的 是不是很明顯 有沒有 這芝麻是在表面的 這是在上面 這裏面香進去的 輕輕的我投進去 剛進去就不要動它 因為讓它定型 你立刻動它的話 芝麻真的會掉很多 好 這芝麻球放了一陣子 這是我輕輕的在撥動它 不要在一個位置 讓它站立太久了 那個地方會扒鍋 這樣你看看 我的芝麻沒有掉很厲害 好 輕輕的 所以要有耐性 這前後大約炸個12分鐘 來看一下 它已經 浮上來已經離開那個鍋底了 這時候我要準備按壓 用一個鏟子來 豆勺 給你按壓 按壓主要是讓它充氣 你看一下 我這樣子 好 讓它充氣 比原來的大 讓它漲大 按壓 它就會漲大了 好 請記得喔 油鍋要穩 好 讓它上色 前後大約12分鐘左右 因為里頭肉米粉很厚 要讓它完全熟透 來 我準備撈起來了 好 好 拿起來再熄火囉 好 我們油讓它沥乾一點 好 這是我們芝麻球囉 哇 很香喔 我剪開一個讓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哇 熱氣騰騰的 這是中空的 很Q的芝麻球 可以自己在家中做 好 好吃的芝麻球囉 記得按訂閱按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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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